他們真的會不知道我們在生氣什麼 我覺得他們有說蠻白目的 對啊 不會發脯 就是喜歡生悶氣啊 你要知道我在生什麼心 你要懂我那種感覺 哇 林董 我爸今天開刀需要食飯 你能還我錢了嗎 還什麼錢 去年我借你錢你給忘了嗎 大哥 這錢我一定還你 不還你我不是人 這十萬 你點一下 好 食飯訂閱 錢永遠不是問題 問題是我真沒錢 很多網路上的人都說 男友都不知道女友在氣什麼 你能理解女友在氣什麼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 不太懂 不懂嗎 不懂 不懂 道歉就對 他不會讓你知道他生氣 那我想問女生在生氣的時候 通常會直接講原因 還是會說我沒事 他就會生悶氣啊 就會不說 然後就要想他在氣什麼 我這邊想要呼籲一下各位女性 我們不是坐在他們腦袋裡啊 所以有事還是要說一下啦 很多男友都不懂女友到底在氣什麼 你們覺得你們有這樣的想法過嗎 那他生過最奇怪的理由 跟我睡覺 他跟我一起睡覺 他的醋 因為我沒那麼跟他一起睡 呵呵呵 我們是直接躺在霜跟床沙 所以你們原本是室友就對了 對 然後你女朋友吃這個醋 他可能怕他其實偷偷是喜歡我啊 呵呵呵 你有嗎 有嗎 呵呵呵呵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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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一次我要買手機 他問我說要買什麼顏色 我說我要買藍色或紅色 然後他就直接回說 蛤 那很醜 當下就覺得 蓋屁事 但是我真的毀了乾淨屁事 然後他就生氣了 他就生氣了 所以你現在不能對他講乾淨屁事 我就盡量變 但是我還是會講 人還是要適當抒發的 你要言論自由 對我要言論自由 乾淨屁事啊 男友都在抱怨說 他們都不知道女友到底在氣什麼 你們對這個現象啊 你們的看法是什麼 他們真的會不知道我們在生氣什麼 覺得他們有時候滿白目的 對啊 想問一下你們如果生氣的話 你們會直接講你們在氣的原因 還是先悶氣一下 會先悶氣一下 然後讓他想一下他做錯什麼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講 你是老師嗎 就是 不是啊 就是 還有他盯正考卷是不是 就是 這件事情我們兩個都有參與 雖然出了問題 就是兩個人都要一起思考啊 總可以只有 我不爽啊 他就在那邊 我幹嘛了 這樣子 他自己也要動啦 他才會自己主動要改 那你為什麼要生悶氣啊 就是要一種 你要知道我在生什麼事 你要懂我 那種感覺 是不是覺得 講自己生氣好像很小毒量 對對對對對 因為那就是一件小事 先說出口的人就輸了 為什麼 宮廷俊教的 有心去發覺的話 就表示他夠愛你嘛 對不對 所以他很愛你 但他發覺不出來 就代表很不愛你 如果他不知道你在生分記 那表示他眼裡有別人 那你就完蛋了 公三小 那如果你在生分記 然後他一直沒有發現呢 就會更生氣啊 就會更生氣 所以你們冷戰完不會自己起笑 不會 像地震一樣儲存能量對不對 對 就是喜歡生分記啊 不會先講你在起笑 不會 而且我會發現是抱怨 然後他都不講 那男生問你 你還好嗎 你會說什麼 沒事啊 哎呀 直接講有事 女生說沒事就是有事啊 女生說沒事就是有事嗎 對啊 對啊 就是沒事找事 想問一下你們覺得你們是一個難搞人嗎 嗯 是難搞但是好紅的 那你們生氣是會主動講嗎 我會用很明顯的暗示暗示他 什麼叫很明顯的暗示 就是比如說他本來要陪我 但是突然有朋友把他叫走 然後我就說 哦好啊 那你就去啊 沒有關係啊 就很明顯吧 沒有啊 沒有嗎 並沒有 那你說沒關係是真的沒關係還是假的沒關係 對 假的沒關係啊 正常的沒關係就是 哦沒關係啊 但是有關係的沒關係就是 哦沒關係啊 呵呵呵 那你們覺得女生的沒事是真的沒事還是 一定不是 絕對不是 絕對超危險 而他這樣說的原因是 我跟你講我剛才是室友 他每天在講電話 然後講超大聲 講到發表聲音 去廁所大便的時候 那個整個廁所都是大聲 他說他到底為什麼那麼難搞 他是不是想要搞我 疾氣 OB兩感降火器 兩感機能好設計 抗菌除臭又透氣 質感選色超用心 OB也選穿不膩 展現身形好比例 輕盈體驗好貼心 女神同款就是你 買到OB兩感一 那你們曾經為了什麼事情 有生氣過嗎 就是 他吃太快就會讓我很有壓力 然後就害我也吃很快 但我其實吃到很不舒服 就是我覺得他應該要體貼一點 就是要自己吃慢一點 配合你的速度 對啊 那他吃完之後就說你慢慢吃這樣可以嗎 不行 這樣還是會有壓力 哇 吃慢吃太快有什麼好生氣的 就是 因為他吃太快 我覺得這樣對身體不太好 那是他的身體啊 那是他的身體啊 啊怕他很早就走啦 就賠不了你就可以了 對對對 速食愛情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有曾經因為什麼樣的理由生氣啊 嗯 就沒有拍OOTD 沒有拍OOTD 就我要看他穿的到底好不好看 你是他經紀人嗎 不是 不能穿的太好看啊 不能穿的太好看的原因 就是跟我出去才可以穿的比較好看 不能讓別人覺得你很帥 那如果他存了大概20張他穿假假托的照片 然後每天發一張傳給你這樣子 不行 你還是要對你那個日期就對了 就是今天拍的 所以不能穿假假托出門 所以不能穿假托出門 你不是他不能穿太好看嗎 可是也不能穿到假托 至少要 那他到底能穿什麼 球鞋 就是他要記得找鏡子拍OOTD 給我說今天穿什麼 你馬個頭啊 安美玩 而男生安撫你有的方式是 就生氣就不要理他就好 生氣就不要理他 他冷靜就有笑 對 要先放一下 你不能直接趕快去跟他說你怎麼了嗎 不行不行這樣子 你一下去 你就直接接受他的炸藥 我覺得要見面 不見面 就算你們最後講沒事 但是他還是會自己偷偷不爽 那見面到了你會怎麼做 然後見個面抱個抱就好了 你們會去問他說你在氣什麼 還是讓他自己一個人氣 單純問他 那他會講嗎 他就不說 然後我就 為什麼生氣 為什麼生氣 他就不說不說 就是在一直盧他 盧到他就是要說為止 然後再跟他道歉 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這樣子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在等戰的時候 你覺得男生怎麼紅你比較好 讓我冷靜一下 然後過來道歉 然後再順便買東西 然後一起吃這樣 那剛剛有一個男生說 女生生氣的時候 就是把他抱過來就對了 直接這樣抱你 你就會氣傷嗎 我不會吧 如果我很生氣我可能會打他 真的喔 沒有他不用道歉 他只要傻叫一下 怎麼傻叫你會開心 就說 我們下次再一起出去玩 不要真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因為很重要的一個 假設好了 他跟別的女生走太近 然後你很生氣 然後他過來跟你說 我們現在一起出去玩 你會開心嗎 我會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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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跟別的女生靠太近啊 那他不是跟你道歉了嗎 不一樣 不可以啊 他的人生不能出現我沒認識的異性 除了他媽以外 所以他的乾妹妹可以嗎 他不能用乾妹妹 我會發瘋 那他跟他的職場的女員工 順路下班載他回家這樣 那我可能把他的車燒掉 哇你哪沒有怎麼找到的啊 他不是在消防局嗎 你哪有在消防局 對啊 他如果你看你身材 旁邊一個消防專家 這樣他在噴泥這樣 這樣 那我我我這樣 就玩水了喔 這樣 這樣可以嗎 先不要有點太大根了 奇以為常 那今天的消防到這邊結束了啊 提醒大家 現在出色會必備 用手機號碼就可以注射滴卡囉 滴卡掉的局 你在氣什麼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